大家好,歡迎收看樓市事件,我是主持Leo 先和大家報一報最新一期CCL CCL最新一期是報169.35點 已經連跌11個星期 對上一次低過這個點數,已經是2018年2月的事 今集繼續有施生和大家繼續分析一下樓市 施生剛才也說了,CCL的走勢很麻煩 最近也有很多不太好的消息 例如美國聯儲局又加息了0.75厘 接著香港的銀行相繼都跟隨著調高最優惠利率0.125厘 然後最近差替物業股價署有一個最新一期的樓價指數 8月份的樓價指數按如跌了2.26% 創出2019年2月以來最新低 施生之前在節目也說過,比較看淡今年的樓市 現在是否再看淡一點樓市是否會繼續跌 先說,CCL連跌了11個星期 這個方向性比較明顯 之前也有些升下跌下跌了兩三個星期 在這個節目也有些支持人問我,是否跌勢已經形成 如果兩三個星期一個月都不夠,很難說跌勢已經形成 這一次是連續下跌了11個星期 去到這個情況,我認為跌勢已經有方向性比較明顯 因為房地產市場,因為樓的特色不是齊一化 不同於股票每一股一模一樣 匯豐42元,這股是42元,那股是42元 樓是各個單位不同,各個業主的財政狀況也不同 那些買家有些信風水,有些信這樣 各個價格也不同 所以一般來說,樓價成交是有波動的,不是那麼一致 所以以前通常,雖然有方向性,都很少連續跌 11個星期 連續跌11個星期,我認為都可以看成一次拐點 大陸叫拐點 香港以前叫轉角 所以我對後市的看法,即使有上上落落 總趨勢,就可能向下 這個就是從CCL的角度去看 剛才又說到加息、降低壓力測試 最優位利率又升了 加息等其實不是什麼新消息 聯儲局取態是很鮮明 上兩次已經說得很清楚 所以這些消息反而對市場不應該看成什麼新消息 通常一個消息,第一次出現在市場的時候 對市場就會有影響力 一些已經醞釀過市場知道的消息 沒有什麼利好利蛋,市場都消化了 所以我認為剛才你再說的加息等 其實已經不算是壞消息 都是已經知道的壞消息 實際上,裡面其中還可以看到相對利好的消息 為什麼這樣說呢? 聯儲局加息四分之三離 一早說了 之前曾經一度,說可能加息一離 所以現在加得少過最壞的預期 另外,你會看到香港銀行到這一刻 都未曾經跟足 人家加四分三 我們加多少? 加百分之一 點一二五,即是百分之一 為什麼人家加那麼多,我們加那麼少? 就是因為香港還是資金很充裕 資金很充裕的時候 銀行存款多 銀行存款多,銀行不太喜歡加息 免得增加負擔,減少生意 這個其實反映香港的資金情況,仍是好 另外,你還有一個好的消息 就是,降了壓力測試 這個就看到,根管局對市場的評估 好,以及它現在在做什麼? 加優惠利率加了多少? 是5%加到5.125 哇,比例很低 只有2.5% 即是5%加到1% 5,6,7,8的8 實際上,加幅只是整個優惠利率的2.5% 但是,壓力測試降低多少? 是3%減到2% 幅度有多大? 有33.33% 即是,銀行就加一點點 所以,金管局就降了很多 那做什麼降了很多? 就是降低人借錢的門檻 即是,它不想阻礙資金 日泥房地產市場 好處呢 你會說,其實借家優惠利率就放水 所以,不好處呢 你可以看成,金管局對後市都有點擔憂 如果不是,西什麼降,門檻降那麼多 現在現實就是,房地產市場 有資金流失的情況 如果資金有流失,你不放回補充 在市場中,價格就會降得急 以及會產生負面的連鎖反應 所以,金管局可能想放回補充 為什麼我說資金有流失呢? 你看看之前,高銀中新賣了 為什麼要賣? 而主要套現 等於在市場抽出資金 現在恆大中新又賣 這兩座之前都賣過8億 現在只剩下70多億 都是想抽走的資金多 來補充的資金少 才會價錢下跌 除了這兩座,這兩座都是業主有財困 出現的 但也有些業主沒有財困的都走 譬如中環中新 都之前賣了 都是大業主要錢 最近,有個發展商在半山波魯道 有個項目 都套現賣給新加坡基金 那個大廈 之前賣9萬元呎 現在賣6萬多 差不多便宜了2、3成 這都是資金走 金管局為了平衡 就降低門欄 等多些錢進來 所以這些都是不好中 又有些好的情況 即是現在你降低門欄 本來可能因為加了P 而失去買樓資格的人 其實是因加了P 而被阻礙的人少 因降低壓力測試 而放出來的人多 實際上這個消息都是利好的市場 施先生覺得減辣的措施 其實應該都幫到手 最近因為股票又跌了 樓價剛才說了又跌了 可能很多人 資產大蒸發 你之前所說的所謂 你有什麼建議給這些可能散戶 又或者政府其實會不會再出招 來穩定經濟 先說普通人 普通人買樓 如果想賺錢作為投資 現在當然不是好時候 現在資產格格有機會下跌 樓市的負面因素很多 地緣政治緊張 利息上升 疫情未完結 另外去全球化 令到全球的經濟效益下降 中美的磨擦 令到香港的功能 角色都受到阻礙 都是對樓市不利的 所以現在想買樓 炒兩手還要面對辣椒 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所以無論炒賣 或者投資 都不是好時間 但是買樓不只是考慮價錢 你考慮你的生活 你準備結婚 跟女朋友說好年尾結婚 那就買 難道令到女朋友沒有信心 不知道你的誠意更好嗎 即是不能只選擇 什麼時候最便宜買 譬如 你知道樓價過多五十年會很便宜 你是不是五十年後才買 你死貴了 賺了些錢住都未住 等於你吃飯 你會不會說 下個月米價會便宜 這個月不吃飯 不會的 用有用的考慮 所以我自己做事情 我叫做single purpose 即是單一目標 單一目標容易做決定 買樓是為了自住 為了解決生活 或者改善生活 我有能力改善 我就做 便容易決定 所以這個時候 亦都很難叫人解僱 但是人家要買樓 有這樣的能力 他能夠提前改善生活 或者能夠住得舒暢一點 因為如果你說租都可以 但租了你不捨得裝修 難道在租回來的家屋 換套隻孤士鎮 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賣樓的 多數都是傭家 大陸叫剛性需要 真的有實際需要的才買 至於政府 財爺曾經說 不可以簡納的樓價 也不是斷崖式 斷崖式下降 如果真的斷崖 發現斷崖才出手便遲 跌落崖式下降 就罵不住 所以都要注意風險 資金流走對金融市場 一定會帶來風險 我說金管局都在放稅 降低壓力測試的門檻 都是預期市 有走弱的機會 他才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沒有太大效益的招數 其實是可以不再實施的 譬如現在香港人又走 資金又走 有人來投資 可能應該歡迎 只剩下一些用家 普通投資者都走 為何又不放肯投的人過來 現在人們不買樓都要租樓 租樓那些 你是不是要投資者買樓租給別人住 這個市場何時都有人看好看不好 你便讓一些看好的來頂住 市場最好當然不是斷崖式調整 而是有序地調整 政府能夠使市場有序地調整 減少金融風險、系統風險 應該是上策 所以我覺得有些辣椒是可以 不撤銷都可以放寬 多謝施生的分享 今集樓市事件到此 下集再見 待會兒 另外 只icia 開始 +. 後 關 展